各位先生 各位理事 我是张文亮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网路上的视频分享 我今天想分享一系列的题目 有关于如何能够教导孩子们 能够信仰跟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空中教室 作为孩子的信仰与科学的空中教室 我想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 如何在野外听猫头鹰在唱歌 如何在野外听猫头鹰在唱歌 我用的圣经解释诗篇的102篇 诗篇的102篇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诗篇 因为里面谈到很多的鸟 我今天就讲一个鸟 一种鸟 为什么这个诗写诗的人 他在困滑当中 他在花昏的时候 他在上帝面前的情形祷告 这个祷告的内容用到很多的鸟 我来说明一下 可见这个祷告的人应该是在野地祷告 应该是在夜间祷告 在难过的时候祷告 所以我要讲的圣经解释诗篇的102篇 我要分享的是第六节 第六节的话是这个诗人的祷告 他说上帝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那我要跳到第三节 但是我主要分享第六节 因为我的年日如云烟消灭 我的骨头如火把烧枣 因我的心被伤如草骨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哀哼的声音 我的肉紧贴骨头 第六节 我如同旷野的醍醐 我好像荒肠的二鸟 我要分享第六节 我好像荒肠的二鸟 二鸟是什么 二鸟是猫头鹰 二鸟是猫头鹰 全世界的猫头鹰的种类 按照我们现在所知的 至少有540种 那么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猫头鹰 我们的五大洲 可能除了南极之外 大概都会有猫头鹰 猫头鹰非常的耐热 非常的耐冷 能够在很艰困的环境里面 可以存活 我要讲 我其实有带过我的孩子 到野外去听猫头鹰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加州 加州 那时候我们常常担任一些 学生营会的婚享的讲言 那么我会带我的妻子 跟我的小孩去 那我白天 我这个 跟学生婚享信息 那晚上的话 我可以带孩子 跟我的妻子出去散步 我的确听过猫头鹰的声音 还常常听到 台湾有台湾的猫头鹰 美国有美国的猫头鹰 英国有英国的猫头鹰 当然不同的国家都有 他自己的猫头鹰 那么在圣经的猫头鹰 中东这个地方的猫头鹰 至少有十种以上 有十种以上 那么我要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听猫头鹰的声音 猫头鹰声音我们都知道 怎么去野外听猫头鹰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不用花任何的钱 你就晚上坐在那个地方 听猫头鹰的叫声 我要来分享 我要分享四个点 第一个点 我要分享第一个点 就是上帝为什么创造猫头鹰 上帝为什么创造猫头鹰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这个分享 猫头鹰在整个的森林里面 只要有森林 只要有森林 森林里面只要有猫头鹰 它的地鼠就不会太多 地鼠 土拨鼠就不会太多 因为老鼠是猫头鹰的主食 当然猫头鹰它还吃别的 猫头鹰可以吃别的 它是还吃点种子 很少量的种子 大部分都吃老鼠 吃地鼠 哇真的很重要 我们知道老鼠是一个传染病 传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的一个媒介 那么老鼠如果太多 地鼠如果太多 它会有两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地鼠是吃土里面的种子 地面上的种子 所以如果地鼠如果太多 种子就很难花牙 因为都被地鼠吃掉了 所以我们的草就长不起来 我们的树就长不起来 这是第一个 OK第一个 所以的话猫头鹰吃掉 地鼠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减少疾病的传播 第二个让树木跟草可以生长出来 第三个地鼠因为打洞 很容易产生土壤的松散 产生土石流 滑洞 OK 所以我在美国住很久 美国很多的山区 地主打了很多的洞 周围的房子的结构都会出问题 OK都会出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要打洞 打洞的话你下雨后呢 那个雨水就很快的进入洞 然后从一个地下的某个地方就跑出去 那整个山坡就受影响 所以呢 猫头鹰是增加森林水土保持很重要的 第一个猫头鹰是公共卫生的鸟类 我们常常说 自然界最能够抑制公共的一个传染病 猫头鹰是占首位 OK 猫头鹰是占首位 第三个的话 可以增加森林跟草本植物 跟草在我们森林的这个户盖 就第一个分享 第二个 上帝让猫头鹰是个很特别的鸟 它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晚上才起来工作 OK 那么它晚上在工作 它有它的特点是一般的鸟类所不具有的 就是它的视力跟它的听力 猫头鹰在夜里面 只要靠着夜光 它可以看到10公尺之外的小动物在移动 哇 这个一般鸟类没有 一般的动物都很难 OK 它这个夜间的视力非常的好 当然了 这跟它的眼睛里面的四网膜的结构 是有关系的 OK 但是我没有往那边去讲 那我是说 它本身对于视力是高度的敏感 第二个是它的听力 OK 第二个是它的听力 它不只可以看到 它还可以听到 有时候10公尺之外 它可以看得到 不是 10公尺之内它可以看得到 10公尺之外它就看不到 看不到它用听的 OK 它可以听到几百公尺之外 哇 那个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 这猫头鹰在头在转的时候 几乎是 几乎可以到240度 所以不然有时候 你就发现头转去 倒不是这样 就是身体稍微改变一下 270度的旋转 OK 那我们 我们没有 我们就 我们人类的旋转 受脖子的影响 我们大概只有90度的旋转 我们可以这样旋转 然后呢 我们可以 这样旋转 我是一个讲言 我自己 我的失望 我曾经破过 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记得 我有一次到 我有一次联系 有6场的讲道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那我到 我到中央大学去讲道 中央大学请我去演讲 对中央大学很多的学生 好几百个 因为那是 他们学校最大的厅 那个会场很不好 那个会场是 是场场的会场 它不深 所以学生就 这样 这样的话 我那时候还年轻 我没有保护我的眼睛 我在看 我讲道的人 会看我每个学生 那我从这个地方 看到这边的地方 从这边看过去 那我因为高速的甩头 产生离心力 我的四网膜就受伤 其实他以前 已经给我一些症状 那我看过一些医生 医生 没有判断得很清楚 他说你需要休息 其实不是需要休息 其实那时候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 四网膜的神经 跟肌肉在拉扯的时候 那眼睛会产生一些 放电的现象 其实我以前就有警戒到 但是 这没有那个知识 那中央大学讲完了以后 我又去到高雄去 我在屏东 在我连续讲的 武藏的这个 这个这个讲道 其实我的右眼就看不见了 我的右眼就 因为四网膜破 血液流出来 把整个四网膜就 那 我为了祷告 我以为神可以医治我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 但是呢 我没有跟别人讲 因为 那个整个都是一个营会 我记得 记得没有错的话 是临身南路 国一礼拜堂的系统 在整个前省的这个 在屏东的那个营会 我是当主要的讲演 那 我后来搭车回到台北的时候 我在车上跟我的姊妹讲说 我的 右眼其实已经看不见了 整个都是黑的 那我的太太 赶快 请我去看医生 当然我后来治疗以后 我就好很多 我学到一个功课 所以以后我讲到的时候 我都不让强光打到我的眼睛 第二个 我都不转头 我如果要转头的话 我就先转我的身体 先转我的身体 OK 因为这种高度的离心 对眼睛很大的影响 那么呢 这个猫头鹰就有这个本事 它头部可以快速的运动 OK 那么它本身 这个听力很好 视力很好 OK 是一个 听力很好 视力很好的 第三个 它会有个特点 这是我主要的分享 它有个特点 猫头鹰为什么要叫 咕 咕 为什么要叫 我们不是很懂 科学界不是很懂这个 但是上帝创造猫头鹰的那个叫声 在夜间停起来 可以传得很严 它叫的时候是这样 嘴巴没有 它有时候会在洞里面 你知道 鸟在洞里面在叫声 可以传得很严 因为等于是一个声音的 啪的出去 OK 所以有时候 有些鸟很聪明 它会在树洞的里面叫 我已经是做过研究 而且 哇 有一次 我到山区去做研究 我带学生去 到晚上去 结果有一次 青蛙做得好大声 我叫它好大声 我想说这什么青蛙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大声的青蛙 OK 那我跟学生就一直找着什么怪青蛙 哇 我声音好大声 你知道吗 结果一来 哪一只青蛙在水管里面叫 哪一只青蛙 水管 放着那个声音的扩大器 OK 哇 那一只大声笑死了 我说是这么小的一只青蛙 可以叫什么 因为它躲在水管里面叫 OK 那我现在讲回来 这个猫头鱼很聪明 猫头鱼会躲在洞里面叫 哦哦 你说叫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听 这个老鼠听起来吓死 老鼠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吓死了 所以的话 它因为紧张 听到这个声音它就会紧张 所以老鼠就会乱跑 一乱跑 猫头鱼听到这个 听到那个声音了 或者看到老鼠在跑 所以这个 这个咕咕哦 是在它在诱导 容易紧张的老鼠 被它吃掉的一个 很重要的信号 我当然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有时候 有时候你在害怕的时候 你不要乱跑 害怕的时候你乱跑 可能你就先被吃掉 真的 我那居然有时候 有时候敌人是先给你恐惧 OK 那你就乱跑 OK 乱跑你就被吃掉 OK 那恐惧很多种 OK 恐惧有很多很多种的恐惧 小到一个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 都可以让你 用你的恐惧看你什么反应 你如果乱反应你就被吃掉了 OK 所以我正在讲这个猫头鱼 你要听听这个猫头鱼的咕咕叫 我有时候会睁在那边听 OK 那猫头鱼因为他知道 森林的老鼠如果被他吃完了以后 他就会饿死 你要知道 这个圣经解释 我在急难的日子 求你听我的祷告 他说我的年日如烟消散 我的年日如烟消散 祷告的人应该是个年纪蛮大的人 他说我的年日如烟消散 然后呢 我的骨头像火烧着 他大概有什么 宽关骨的毛病 或者是手关骨 人的骨头 我们人类的疼痛里面 骨头的疼痛是一个非常要命的疼痛 一个人如果说病床躺很久 他很疼痛 但不是他哪里疼痛 是他的骨头在受压 骨头在受压的疼痛 所以猫头鹰也有这个问题 一般在自然界里面 猫头鹰大概都是中年就走了 猫头鹰的寿命很长 很少看到那种活了很久的猫头鹰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食物如果不够的时候 他那个咕咕声不能叫太久 不能说咕咕 咕咕 没有这种猫头鹰 就这样 OK 大概两声三声然后就停 因为他保留他的体力 来我要说明 这是我的第三点 我的第三点就是 猫头鹰的咕咕声 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很好声 很好听 夜间里面 夜间只有靠着夜光 猫头鹰跟你相对 好舒服 老鼠吓死了 所以他用这咕咕声 让老鼠紧张乱跑 啪 他就过去把它飞 第四点 猫头鹰是很特别的生物 OK 他在森林里面飞翔的时候 他可以穿过很多的树木 然后他的飞翔完全没有声音 哇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科技 可以跟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生物 学习很多 学习很多 哇 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猫头鹰很大 猫头鹰可以长到一公尺这么大 我自己在 在美国的东部 看过那个 受伤的猫头鹰的这个呼吟场 你说猫头鹰怎么会受伤呢 很多人喜欢打雷的时候去打猫头鹰 打雷的时候打猫头鹰 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有钱的 一个护家少爷 拿着他的泪枪 到外面去 打掉了两只啄木鸟 OK 那 在我们所住的地方 啄木鸟是个保抑的物种 那个大学生 他说他刚买了一支枪 散弹枪 到野外去 啪啪 打死了两只啄木鸟 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是个大新闻 在我们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大学有大学的报纸 我哪说在提出讨论 他承认说我家里有钱 我家里有钱 我打死两只保抑种的啄木鸟 这样会怎么样 法院就给他判 我也给他判 你知道他判多重吗 打死一只啄木鸟 美金十万块 我现在是在讲1982年的事情 十万块是多么大的 1982年十万块 几乎可以买到一个房子了 给他判20万 美金的法管 那时候我们当先生就说 这个判决是怎么下的 怎么下这个判决呢 他怎么去算 他算那个一只啄木鸟 一生可以维持几棵树 那每棵树的价格把它撑起来 就是你把那只啄木鸟 打死你所开付的费用 结果十万美金 花十万的美金 就等于是你赔掉两个房子 后来协校就公布说 这个学生被抓到 除了被开除之外 在地的法院 判他要赔20万的美金 大快人心 这是大快人心 那么他就给我很多 这个保护这个鸟类 的保护鸟类 喜欢鸟类 观赏鸟类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是从小孩子 从小就点点滴滴的 的累积上来 所以我再讲回来 上帝为什么创造猫头鹰 真的是可以减少传染病 我们说公共卫生 最帮助公共卫生的鸟种 就是猫头鹰 第二个 他视力好 他听力好 第三个 他的叫声可以让对方扰动 可以让对方惊吓 啪 就去吃那个被惊吓的 的物种 第四个 他那非常没有声音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 台湾大学又有猫头鹰 我自己在快退休的时候 学校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那个建筑物老旧 要把它搬走 那个建筑物是我的学生 在工作的地方 同时又是一个必修实验课 当然学校叫我说 学生可以搬走 然后必修实验课 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很麻烦 特别是我要快退休了 很多东西遗迹要办 那我就祷告 说主啊 怎么办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我的实验室的前面 有一棵木麻黄 结果跑来了三只猫头鹰 哇 就成为新闻 所以树不能砍 所以实验室就不用搬 树不能砍 我在这里上写到说 上帝保守我的实验室 让前面的树 让前面的树上来了 三只的猫头鹰 OK 我四个多年 我还是为此而献上感恩 我的年日逐渐的消散 我好像是荒肠的恶鸟 恶鸟就是猫头鹰 为什么像是荒肠的恶鸟 恶鸟在荒肠里面如果没有食物 它会饿死 它会饿死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地鼠可以吃 OK 没有地鼠可以吃 所以 这是个蛮好的祷告 特别是心受伤 他说我的心受伤如草 孤干 甚至我都忘记吃饭 这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人如果难过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吃饭 因为你吃饭会让你兴奋 一兴奋的话 你就会更容易受伤 所以的话 所以这个一个人在难过的时候 一定要吃饭 不然的话会越来越不失望 就越来越沮丧 越来越褪丧 所以非常好 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让我再讲回来 我们应该带孩子到野外去听咕咕声 猫头鹰的咕咕叫 全世界都有 OK 五大洲都有 OK 晚上去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眼睛闭下来 牵着孩子的手 去听咕咕叫的声音 也许咕咕叫的声音 在提醒我们 上帝依然兼顾着我们 在提醒着一个猫头鹰的祷告 也许我已经到中年了 会想一来也没有力量 然后呢 听力也变差 那么呢 这个势力也变差 但是 我依然 祈求上帝 让我能够有食物 可以吃 亲爱主我感谢你 诗篇的102篇 是何成宝贝的诗篇 可以教导孩子们 更能够欣赏 上帝的创造 我深深的体会 这个以前还想起来 我的女儿在那小学的时候 我牵着她的手 晚上在夜光之下 在美国加州的某个山区里面 听着猫头鹰的叫声 我的女儿那时候 有点紧张 说爸爸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在叫 我说这是上帝创造的猫头鹰 我的女儿问我说 猫头鹰为什么要叫呢 我说因为猫头鹰 他肚子饿了 他肚子饿了 他在叫 用叫来成为一个 让 也许让老鼠可以害怕 但是可以找到食物 另外一个 也许猫头鹰 再向上帝祈求 再给他一个 可以获得食物的机会 哇 机会何等的重要 如果不是你给的 也许猫头鹰 在那边叫整天 其实 老鼠可能 被吓到都躲到洞里面去 猫头鹰就永远 吃不到老鼠 谢谢主 我在国外 我在很多地方 我听过猫头鹰的叫声 我知道只要有猫头鹰的叫 在地的森林就是安全的 在地森林里面的老鼠 不会跑到周围的旅舍 或者是民舍去 其实猫头鹰 是真正的守卫者 谢谢耶稣 何等的创造 静静的 把心静下来 站在野外 带着孩子 来听猫头鹰 来讲述 上帝创造猫头鹰的美意 来讲述 那个猫头鹰的叫声 不只是温柔 不只是一个低沉 不只是可以传得很远 同时又是由上帝 成为我们 在忧伤时候的祷告 谢谢主 祷告祈求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